这架特技直升机之所以能够完成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 除了玩家的技术 其本身的动力和控制系统也要相当强悍 这种直升机水平移动和垂直升降 都需要一些组件来控制 叫做周期变距控制系统 该系统由舵机、斜盘和变距拉杆组成 玩家控制舵机带动两个鞋盘前后左右偏转 或顺着悬翼轴上下滑动 出于上层的鞋盘和悬翼同步转动 通过变距拉杆控制悬翼的营角 直升机升降时 舵机带动鞋盘上下滑动 拉杆就会让蒋叶的营角同步增加或减小 使声力同步增减 当机身水平移动时 鞋盘会向移动方向偏转 蒋叶转过鞋盘最低点90度后 变距拉杆走到最低 叶片营角达到最大 声力也达到最大 根据蒋叶根部的弹性 该叶片会继续旋转70到90度 才达到向上挥舞的最高点 而对面的蒋叶 由于之前营角已经达到最小 同样之后70到90度 才达到向下挥舞的最低点 由于两个蒋叶以相同的路径 周期性的上下挥舞 造成悬翼面和鞋盘同步偏转 制造了向水平方向运动的分离 目前几乎所有的直升机 都是通过鞋盘和拉杆 来控制悬翼面的偏转 但在十几年前 斯洛文尼亚一名中学生 研发了一种只需要电动机 和脚接在桨鼓上的叶片 就能控制悬翼面倾斜的方法 原理是 给无刷电机的电子调速器编程 让电条可以按照控制 适时输出一种特定波形的驱动电流 马达的转速就会以正弦曲线变化 就像抽锋一样 同时马达上的桨鼓通过鞋链与桨叶连接 叶片绕着鞋链转动时 引脚就会变化 当直升机前进时 电条就会叠加输出特定波形的驱动电流 马达的转速就变成了正弦曲线 当鞋链靠上的一片悬翼转动到机身左侧时 电机转速达到最大 该叶片转动到机身右侧时 电机转速达到最小 所以这个叶片在旋转的前半周持续加速 加速度使叶片绕着鞋链向后旋转 导致引脚不断增大 后半周持续减速 叶片的引脚又不断减小 而对面的叶片由于鞋链在下面 引脚的变化正好相反 两个叶片在到达机身左侧时 引脚都达到最大 在机身右侧时 引脚都达到最小 由于叶片上下挥舞延迟90度 所以在后方挥舞到最高 前方挥舞到最低 造成旋转面前倾 直升机就可以向前飞行 因此通过移动马达转速曲线的向位 就能控制悬疑面向任意方向偏转 通过电机抽风来控制悬疑面偏转 让复杂的悬疑头瞬间只剩下马达和螺旋桨 从而节省了大量的炸机修理费用 这正是该中学生发明此系统的动机 在后方挥舞到最高的项目 在后方挥舞到最高的项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